你这个贱婢 想烫子门宫吗 奴婢知错了 奴婢知错了 奴婢下次一定仔细着 主 金钟公公来了 奴才请令主安 你下去吧 是 刚熬的红枣因我当 奴才伺候令主用 来 皇上这两天没来瞧您 生气了 有什么可生气的 本宫虽是头胎 但比不上皇后的祥睿之胎 皇上顾不上本宫 也是应当的 天赵祥睿 皇上这般上心 那是好事啊 当然是好事了 来 不喝 奴才求您了 为了龙太好歹喝一口 您哪 就好好安胎养着身子 奴才为您喝两口 就得回去伺候皇上了 听说皇后这一代 大有可能是早晨 皇上可不放心了 是吗 看来这祥睿之胎要早点落地 这些生姥姥 得早些伺候了 奴才先回去伺候皇上了 奴才先告退了 春茶 春茶 传田姥姥过来说话 本宫有孕 要听听你人的生产机 是 您的生产机 您慢点 娘娘这么大月份了 还日日去向太后请安 太后会念着您这份孝心的 月份大了 多走动走动 也是好的 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田姥姥 谢皇后娘娘 这一回又要劳烦你们了 上回正逢淑妃过世 本宫申育公主的时候 也未曾好好打赏你们 这回一定补上 谢皇后娘娘厚恩 皇后娘娘 皇上说这次您生产 会派青天坚监政和太医 一起守在咱们宫里 这般珍重 当然 皇后娘娘怀的是祥瑞之胎 自然令眼相看 随我进来吧 是 本宫的胎有什么不妥吗 回皇后娘娘 龙胎在您的肚子里 有些转偏了 奴婢怕您生的时候要吃苦 所以得替您摸索摸索 转偏了 是 怎么摸索啊 就是奴婢轻轻摸索您的肚子 让龙胎顺着力道转过来 而且娘娘您不能再走动了 这一走动啊 怕龙胎又偏了原来的位置 这若是等到龙胎头朝上 脚朝下 您要生可就难了 只是江太医诊脉的时候 没有说这胎有问题啊 回皇后娘娘 太医她是男人 她只能给娘娘您诊脉 她不能碰娘娘您的肚子 所以这偏了一点半点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皇后娘娘 在宫里会抹着肚子转正胎胃的 也只有田姥姥了 娘娘您就放心吧 每日两次 奴婢都会来给您摸正胎胃的 那有劳田姥姥了 是 这都十几天了 她又被转过来了 他又被转过来了 回皇后娘娘还没呢 这龙胎的性子太大 不过您放心 奴婢会尽力的 这几日总觉得腰脂酸软 孩子在肚里冻得厉害 婚婚娘娘气满急促 怕是快生了 再七个多月 也太早了吧 没办法 皇后娘娘亲满永东的厉害 就算服了安泰药 也来不及了 以我估计 也就是这一两日吧 那怎么成呢 这皇后娘娘的胎位 还没有挣过来呢 胎位偏得厉害吗 偏了一个肩膀那么多 就怕生的时候会不顺利 皇上 皇后娘娘 奴婢怕您着急要生 得赶紧去内务府 陛下东西准备着 好 让靳忠去给你帮手 是 这 好 给你帮忙 咖喽 这里 你帮忙 找你帮忙 咖喽 咖喽 我们 好 有